2023年2月10日,大脚星人理事会,地球上的地震,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一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在这里将我们的能量和意识投射到地球上的你们身上。 我们在这里为你们提供一个视角,它可以并将帮助你们过上美丽、快乐、创造力、爱、和平和奇迹的生活。 你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能量,即使我们不通过这里的通路,我们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接触到我们自己。 在地球上的创伤和悲剧中,我们会表现得更出色。 我们知道地球上有许多人死亡,地震似乎意味着你们都需要被震醒。 但他们并不是为了这个,一切都是为了把你们带到一个更高的意识状态。 而你们中那些能够从远处目睹自然灾害的人,可以为那些处于痛苦,遭受损失和无家可归的人送去爱,和平和疗愈。 你们有能力在意识中创造一个美丽的转变,与我们这些从非物质层面,从更高维度层面出现的人一起。 因为我们都在这里提供帮助,而我们的帮助在更需要的时候新增。 人类也会在那些需要的时候出现,当你们的人类同胞陷入困境时,你们会把你们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这一点,在灾难性地震之后的几个小时和几天里。 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地震夺取了许多人的生命,造成了更多人受伤,无家可归,没有食物和水。 我们在这里帮助放大来自人类其他人的疗愈和同情,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看到你们在这些时刻如何应对他人的悲剧和创伤,我们知道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因为我们知道同情会提升人类的振动和意识水准。 服务行为也是如此,任何时候你们爱任何人,任何动物或任何东西。 你们都会这样做,所以你们出现在所有受地震影响的人面前。 我们也是,我们合作,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地球。 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更顺畅的旅程,一个更快乐的过渡到第五维度,在那里自然灾害、金融崩溃和其他混乱事件是不必要的。 当你们在内心获得更多的爱、宽恕、同情和疗愈,并将其发送给任何需要他的人时,你们创造了一个不同版本的转变完成。 你们震动到一个时间线上,在那里你们可以以这种管道体验它。 不要担心地球上的情况会变得更糟,因为从我们所看到的,人类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做出反应的美好管道,是你们所有人未来命运的一个巨大名额。 不可避免的是地球上的和平与和谐,更多的欢乐,更多的创造力,更多的你们个人和集体所要求的一切。 我们在这里帮助你们实现目标,推动你们朝着这些方向前进,这就是我们将继续做的事情。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3年2月10日,大天使乌烈尔,从头开始,传导Kirsten Eriksson,一辙,扬声传导。 我是乌烈尔,今天我来到这里,让我们从头开始,我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要说,不要害怕。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上了10年的课,10年后你们不理解课程的含义,你们认为老师会说什么呢? 这个学生会通过吗? 不,当然不会。 老师会怎么说? 老师会说,让我们从头开始,现在我会用另一种管道解释,因为这可能会帮助你们理解我想教你们什么。 我知道你们说的是重置,那么多的事物会倒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的。 但是,一位好老师不会进行惩罚。 不,这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必要,因为好老师总是知道生活本身对学生来说已经足够艰难了。 学生会在那里遇到阻力,这就足够了。 现在有很多人谈论真相会被揭露,这也是事实,这是因为真相无法封锁。 真相终将揭晓,这是新的开始。 我用耳朵倾听,我发现许多人害怕新的开始,这将不是一个干净的开始。 但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被劫持的开始。 数十亿人从人们手中夺走了一切,而这些人将不会拥有任何东西。 这是基于什么呢? 是的,这是恐惧。 这是一个基于恐惧的未来预言,你们想让它发生吗? 所以我说,要跳过它。 跳过这种恐惧,转而追求幸福。 你们梦想什么呢? 在你们看到未来的地方,你们的快乐梦想是什么呢? 你们用你们的感觉创作。 所以,如果你们阅读了所有的文字,所有消极的基于恐惧的预言,你们相信它们。 那么你们会创造什么呢? 请注意你们的想法,还有你们的感受。 那些现在控制着地球的人,它们打出了最后一张牌,但它们使用的科技实际上是基于你们的。 它们让你们害怕,这会让你们感到恐惧。 它们给你们提供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场景,因为它们可以。 它们太懒了。 它们把你们当作它们的傀儡,这样你们就会通过恐惧创造它们的胜利。 亲爱的义们,请不要去尝试,不要吞下诱饵。 你们的大脑城市设计从你们家里和你们手中的所有科技开始。 电视电脑,电话,等等,把它关掉,拔掉电源,尽可能少地使用它。 只为了真正好的原因,这实际上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当你们决定关掉那些对你们或你们的家人或朋友没有任何好处的东西时,这是开始。 当你们掌控一切时,从头开始并不意味着回到洞穴中生活, 也不意味着你们真正的想法和所读到的内容。 这意味着你们觉醒了,从头开始人们就觉醒了,因为他们没有来自电话、电、脑、路由器和桅杆等的无线微波辐射。 你们不得不面对足够艰难的生活,但你们有彼此、彼此交谈。 当你们看电影的时候,或是在电脑旁的时候,你们彼此交谈了多少呢? 想想看,把这种技巧用于真正好的事情,然后你们就可以把它关掉,开始和你们的家人和朋友交谈, 做一些你们过去喜欢的老爱好,或者做一些你们喜欢的新事情。 你们是自己的创造者,如果你们选择了,你们就创造了你们喜欢的东西。 你们选择爱吗?还是选择恐惧呢? 这是你们每天都要问自己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很想看到你们选择爱,因为这是你们能共存的通往更高境界的唯一途径。 不管怎样,如果没有先进的科技,这是一种艰难的生活。 你们必须在冬天保持温暖,获得食物,找到一个住所,一个家。 我们希望你们所有人都有一个温暖的家,一张好床和足够的食物。 我们希望大家都安全温暖。 我们为你们日夜祈祷,我们有很多人。 我们能更好地接触到那些不是一直坐在电脑旁或手里拿着电话的人。 这是如何工作的呢? 按当你们使用这种技术,坐在靠近手机、平板电脑、电脑和路由器的地方时, 你们就会不接地。 这就像你们在四处飞行。 我们在联系你们方面遇到了更大的问题。 这项新技术使你们不再与上帝、耶、苏、天使、向导接触。 这根本不是一项好科技。 你们需要接地,接地才能与我们保持良好的联系。 而你们的现代科技为你们设定了一个很大的障碍。 你们需要喝更多的水,因为你们也更容易脱水。 水是如此重要,水就是你们,水是你们的沟通枢纽。 所以拜托了,你们是新的开始。 我们需要你们,每天脚踏实地,尽可能少地使用科技。 只使用天然的东西,专注于你们所爱的。 想象一个幸福的生活,并在你们的脑海和心中创造它。 喝水,爱每一滴水,爱你们自己的每一部分。 我非常爱你们,我一直在你们身边。 我是乌烈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